县政府社会处活化瑞税消防队旧址计划要设置成瑞税亲子馆 在今天下午在原址召开地方说明会 不论所会各界民代表村长们都全力出席 提出了包括馆内空间运用、人力投入还有使用规范等议题 也一致要支持力挺期待整个计划可以早日完成启用 过了活化瑞税消防队办公厅设旧址 县政府争取花东基金近2000多万元 预计安消防队就职一并纳入进行耐震补强之际 后续县政府省委处计划以消防为主题建制瑞税亲子馆 并且在今天下午召开了地方说明会 是我们中区的第一座综合的屋服务馆社 那其实我们未来的话 县政府会在这个馆社就是派出专业的社工人力 那提供就是权利的一个服务 从可能幼儿啊妇女啊或者是我们的长辈 都是要能够提供专业的服务 能够服务我们在地的乡亲 瑞税消防队三层楼旧厅社 县政府社会处大致分成规划成 消防主题区 女力赔力区以及活动会议区 与会包括乡长万德 先议员林玉芬 以及乡代表村长等也都提出了看法与建议 与县政府社会处意见交换 要成立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派出人员在这边服务或是工作 老人休闲是有的 我们现在占很多 就是亲子的部分 我希望能够在这个馆社里面呢 多增设 青少年的部分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所以是不是也把这个纳入考量 是不是有一些像 我刚刚看到一些是专门什么咨询室啊或什么的 是不是有针对我们一些青少年的 这个馆成立之后应该是我们有 有派出多少大概人力多少在这里 然后在使用上有没有什么限制 或者是比如说要借用场地有什么样的限制 要付费不付费吗 是这个部分 这是说我们这里最好是和这个区 都会用 最好是用比较快的 是说没人有一个游戏的地方 地方提出包括空间运用能最大最多元以及能更加弹性化 各个社福富又专业领域的人力投入以及使用规范等议题 让瑞瑟湘第一个亲子馆能更完善贴近地方的需求 尤其也一致支持力挺以亲子社福馆方向来活化利用消防对旧办公厅社 宣传府社会处副处长黄淑仪表示 若今年8月的耐震补强工程顺利完成 预计希望能在明年上半年度瑞瑟亲子馆能够完成启用 记者十一遇蓝瑞瑟采访报道